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顺利通过了安检 现在就要买点吃的等飞机 给大家看一下上飞机和下飞机的状况 现在我们已经登机了 再等一下飞机就要起飞了 现在飞机降落了 现在我们要下飞机咯 我到达Phoenix机场了 这地面上有彩色的花花草草的图案 好可爱啊 这是Phoenix机场的门口 这是我到达Phoenix的第二天 给大家看看Phoenix的街景 其实跟芝加哥很不一样 这里是沙漠性气候 所以随处可见的是棕榈树和仙人掌 一般的住宅门前也都种植仙人掌 今天我们来爬Phoenix的South Mountain南山 这是站在南山上看Phoenix的景色的照片 这天我忘记拍视频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拍的照片 而且在Phoenix也没有拍太多美食照片 这是部分吃吃喝喝的照片 供大家欣赏 到达Phoenix的第四天 好朋友的爸爸开车四个多小时 带大家去大峡谷玩 嗨大家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大峡谷的停车场 Grand Canyon的停车场 现在我们要去坐Shuttle Bus 大家好见 在大峡谷里面 可以乘坐不同线路的大巴车 从不同角度看大峡谷 我们先坐了长线再坐蓝线 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有一段小插曲 我们发现有一位旅客 跟好朋友君君穿一样的外套 他意识到后还回过头来 跟我们打招呼 特别的可爱 坐在大巴上的时候 还会看到园区里有路 最终到达蓝线的Bright Andrew Lodge站 这站比较热闹 既可以看大峡谷 还可以吃饭和住宿 这就是世界文明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了 大峡谷是科洛拉多河 经过数百万年以上的充实而形成 色彩斑斓 峭壁险峻 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大自然的变迁真的是太奇妙了 这下面绿色屋顶应该是厕所游的吧 那个绿色屋顶的向远 有看到吗 绿色屋顶在很多树的前面 有有有有有好小 好小一间 那个绿色屋顶 有看到吗 就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走得快要到树门门口 哪条路啊 这边有一条 那边有一个那些路线啊 嗯 有看到吗 是那个绿色屋顶 深绿色 做梦里 清清 你怎么摇不见 你怎么摇不见啊 哈哈 现在太阳出来了一段火焰 这是我们我第一次来大峡谷和蔡爸爸和军军嘟嘟和艾伦一起 于2021年 耶 耶 12月21 哦 12月21 2021 12月21 2021 现在是午餐时间了 这是大家的午餐 吃完饭 我们离开了大峡谷 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到达Flystaff住宿 住这边比住在大峡谷里边要便宜一点 拌完入住之后收拾一下 我们晚上去了一家日本餐馆 去吃拉面和生鱼 味道很不错 拉面没有那么咸 生鱼味道也很好 很推荐 吃完晚餐之后 蔡爸爸带我们看他走过那么多国家和城市之后 见过的最多公路号牌的路口 看到没有 牌子多不多 多多多 你看你这样来过了 多棒 住完一晚 第二天早上 我们参观了一下Flystaff的火车站 又看了一下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漂亮的小教堂 我们下期见 在即将离开Flagstaff的路上 又看到了最多公路号牌的路口 又照了个照片 谢谢蔡爸爸的介绍 我们从Flagstaff出发 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到达了Sedona小城 这里被主要的旅游杂志评为 全美国最美丽的地方 好重观啊 每个人都停这边 沙多娜有很多 不同风格的小店很有欧洲小镇的感觉 小镇里到处都很漂亮 我们都在随时随地的拍照 在Sedona手工蜡烛很有名 蜡烛外侧雕刻了各种图案 点燃的时候会映衬出不一样的光影 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 这里有座山上有两块岩石 特别像两个动物 一个是骆驼 一个是史努比 大家觉得像吗 有点准备 你吃點餓了 就點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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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